今天可以去看一看 雖然外圍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好 但是慢慢慢慢都在運動 不約相關的也在聊聊 如果俄羅斯看到有積像用法沒有時會有回應 油價其實是有輕微的調整 但是調整壓力不是很大 其實都已經很強 因為美國和歐洲說要協調 然後希望放多些儲備出市場 如果他真的要弱或者要散的時候 他可能已經散回到之前的水直 但是說完這些說話 他們也有調整 但不是幅度那麼大 其實看得到是比較硬 大家對於油的前面的看法和油價的表現 亦是一個反應 所以如果想去撲 剛才說的一群股份都不去撲下的話 我覺得其實油股又要看看有沒有機會 趁一下指數調整 以及金和相關的240 如果有機會調整一下的話 在之前的低位可以去撲一撲 都可以的 好像是240 如果他有機會靠近回去 不是說差很遠 跟他之前的水直 但這叫做平常穩穩 他靠近回去千斜這些位置 可以去留意一下 萬一他真的對穿回之前的低位 你才是下口裡可以離場觀望 因為他之前穿過上去 他回調整個位置 再上去的時候 他再回到月中的水平 不妨先去看看 另外如果你真的不是握得太多的話 金來講 其實我覺得在一個倉裡面 是不薄 保留一點點 都是可以的 但比重其實就不需要很大 而且你可以覺得 你拿一隻ETF 也非常不可以去考慮 因為這隻 根據金隔來說 很有貼字 你看到外圍金的狀態 才會有意義一點 如果不然的話 大家進取一點的話 你會去撲一下 有槓桿的 這隻是沒有槓桿的 我覺得放進一個倉裡面 就是第一層的倉 其實都是值得去撲一下 先等一下 又不需要這麼心急 因為你看到 其實他真的是突破了 你看他有沒有機會再衝上 但如果有耐性的話 又會好一點點 如果是未嘗不可的 你可能要下跌多少 要下跌很多 也未下跌 反而如果他真的下跌很多 串了1400 即是你這隻 240 反而你就要下跌 如果還未買 你又拿著的話 我覺得還未嘗 拿著 也不可 始終如果 地緣局勢有什麼波動的時候 他會抽一抽 另外其實也是一點的 你買了這些 你去到差不多 你每次破頂的時候 可能你破高一點點 你就先退出來 有機會會下跌的時候 你才再再購買 我回家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Range 或者你破頂的時候 收高一點點 就沽回出來 低一點又吸一下 你不要吸一下 越吸越多 或者用到衝太多 這樣也是不好 在大家的操作 也要注意